明年跟后年还有长期来看的话 所以美国联准会他们认为说 在明年的部分还会再继续往上升息 而且最高可能会到5.0 那多数人其实就是在4.25到5.0之间 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 还是会有人认为应该维持在比较高的利率 可是多数人就认为可以开始往下降了一些 那在2025的时候降息的幅度就更大了 所以代表说从这个利率上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到明年的第一季联准会还会持续升息 那后半年可能就先停止 然后2024年开始降息吗 我觉得应该倒是应该这样说了 就是从这个他现在他9月对于明年的预估 就是会到4.25到5之间 这个预估就表示联准会要压制通膨的决心 非常坚强 而由于目前的PCE的平前指数 还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他们认为目前不能够松手 可能还要下更重的手才压得住他 我想是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们也应该知道 就是下这么重的手之后 加上美国经济目前已经开始 有一些衰退的倾向出来了 所以这么重的手下了之后 美国可能就真的陷入衰退了 而一旦美国进行衰退 这个衰退的力量本身 会对物价产生一个相当强的 一个往下拉的力量 而这个时候也许他们就会觉得 到了后年 到了大后年 根本就不需要再用很大的力气 去压通膨 因为经济衰退的情况 自然就会使得通膨慢慢减弱 因为通常这种收紧货币 快速升息这个方式 如果造成了经济衰退的话 经济衰退通常大概不会维持太久 大概维持它一年左右的时间 而在经济衰退之后 通常通膨就慢慢就降下来了 所以我想他们对这后年 大后年这个数字呢 它越来越 把这个升息度越来越降低 就是他们认为就是 衰退的机会呢 已经很大了 所以力量应该不需要 就用那么强的力量 去压制通膨了 对于这种情况下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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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Right. So you're right. In the SEP, there's what I would characterize as a relatively modest increase in the unemployment rate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given the expected decline in inflation. Now, why is that? We have always understood that restoring price stability 我�� integrate市民恆来或者是 относ不 Charl Constitution Ольga,没有任何城市可下距离 ESE,我认为,对 bad lado事情 而上死亡的情况 因为特35期진짜傍 Zack 但遗产任, sav短期的一个车能 还临支架 您接下来机会 与通常收益们的潜- 会中当 τους�暴力的股票 那么公路的滑期 但是像笠量的收盾 那么把它们出行 便是想可能 然要关键的低方向 这也会帮助 另外 减确的减确的减确 可能会缺乏 政策需要更限制 或长期的减确 无论 我们也努力 把货币回到2% 因为我们认为 负责价格的减确 会更加疲惯 所以老师觉得 他们会是硬着陆吗 如果衰退的话 就是硬着陆 因为染作指的是 亲戚还保持一个 蛮温和的一个成长状态 但是通膨压制 就要软着陆 如果已经到了经济衰退了 他的这个通膨 才压下来就硬着陆 所以看起来 目前美国大概 已经开始硬着陆了 因为我看鲍尔之前 不断在那边讲说 我们没有经济衰退 他每次都拿 那个失业率的数据来说 就是就业状况很好 失业率只有3.6%左右 可是我看他们 其实已经在不断的去调整他们的 老师这个就是他们失业率的部分 失业率的部分 其实他们过去 这个虚线就是他之前6月的预测 其实还在 多数认为在3.6到3.7 可是现在已经完全的大幅上调到 3.8到3.9 那在2023的部分 也是原本认为还在4以下 可是现在多数认为在 会在4.4到4.5 那在2024年也同样有 一样的情况都会在4.4以上 所以代表说他们认为 这个经济衰退的情况 会是非常的急剧的吗 对 这个就一直是我们刚才的推论了 就是他们也认为 大概到了明年的时候 经济衰退现象应该很明显 而经济衰退现象明显的时候 当然失业率会升高 因为失业率升高本身 就是伴随着经济衰退一起出现 所以不认是明年或者后年 他们都认为 这个失业率越来越高 就表示他的衰退情况 好像一直持续下去没有改善 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 他们认为说经济衰退 有可能到2024都还持续 2025或许可能会有一个转换 其实对于联准会的委员的判断 就不需要观察那么久 我想观察一年 顶多两年已经算是蛮客气了 再过更长时间就不需要去讨论 那么也只会随便的过望 做一个预测而已 那就不足论语 所以不需要讨论那个东西 因为到底衰退会持续多久呢 我刚刚说通常这个 因为你压制通膨而造成衰退 通常那个持一年左右了 不会说两年三年四年还在衰退了 所以目前的数据看起来的话 他认为2024要开始降息 就是2024的时候一降息之后 经济已经复苏的力道就会开始出来 应该说现在已经在下行了 我们刚刚讲第三季应该也是负的 是衰退 这连三季衰退 所以美国经济应该是 已经实际上衰退了 如果连三季衰退 我想第四季不会有什么好转 所以今年应该就衰退了 那就已经是硬着陆了 衰退已经开始了 而这个衰退很可能到了明年会变得更严重 可是可能持续一年之后就慢慢就缓和了 所以2024可能就会是一个 就是转环的点 它可能就是趋向缓和 因为那时候它看起来就是开始降息了 所以它只要开始印钞然后宽松 我记得老师其实在好几次录影之前就有讲 他说老师有说升息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到最后又会开始宽松 其实这是一个循环 对 但是这次的这个联总会 以保尔带头这个联总会 好像是跟过去几任不太一样 这次好像他们的这个决心更坚定 他们一直把那个Paul Walker来当做他们的老师 认为我要施法40年前Paul Walker的经验 不到达成目的 绝不松手 这个是过去没有人敢这样说的 而他目的又定得这么低 2% 所以他这次的联总会很可能会比前几任 会坚持的时间更久 所以衰退很可能要到了很明显的状态之后 那时候应该把物价拉下来了 他才停止 能够及时补充抗净疫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 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是更加的环保 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 中天新闻的观众是有独家的好看